在念出自己名字之前 你述名识 有人回应你 于是转眼间 符号 姿态 肢体语言的循环系统建立起来 你从此都有权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是Aliya Balavi 布农组 别人动我在乎的东西时 我很容易生气 我不喜欢独享的心恨感被破坏 布农组是什么样的制度 是 大部分老大 他都是姓阿公的姓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家族他会承袭 他上上一代的名字 去做延续 我大哥的名字是 阿公的名字 那我呢就是姓阿公的名字 继承我 大部分人 然后弟弟是继承我 所以知道了吗 我有问过我爸 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然后什么意思 但是我爸没有回答我 我被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 你才从垃圾桶进来的 在巴拉比的家族中 是没有Aliyaf这个名字的 为什么我是Aliyaf 难道我不是我爸妈 亲生的 我是Akiki 客家人 我喜欢画画 我不喜欢写作业 我是陈芝廷 打李莫阿布农组 我喜欢打篮球 唱歌 我最讨厌写功课 跟吃香菜 我是刘依晨 我的主意名字是 Aliyaf is Babana 我有问过爸爸 为什么我是这个名字 爸爸没有回答我 到了我小弟要出生的时候 爸爸又去问了其老 小弟要叫什么名字 一听到关于名字的事 我马上问了那些其老说 为什么我叫Aliyaf 结果其老们也没有给我一个好的答案 原来 我名字的意思 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看吧看吧 最后一颗贡王 居然给海苏那小子 我一定不是他们今生的 爸爸孩子怎么了 那个菜不合胃口吗 喂 老师啊 怎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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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你今天在学校怎么了吗 老师要打电话给我 我的孩子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是为新来的老师 我现在先认识一下他讲 1号刘异诚 1号 2号林习伟 3号林习泽 3号林习泽 4号阿列 巴拉贝贝 阿列夫同学是哪一位 这位 你的名字 没有三个字的吗 你这样这么长 好像很难念耶 不知道 不愚显 还是不是 你帮我行 resh 这是下一马 刚不ão你小气 那我一直把 后来我才知道 布农族的长辈如果生病过世 他的名字是不会被留下来的 爸爸是希望我能健康地长大 不要再问我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了 如果每个人的文化都一样 没有差别 那不就跟复制人一样吗 失去传统的祖母 我的后代子孙就不会知道 我们的根在哪里 就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样 回复传统名字 这是身为一个布农的权利 土地可以买卖 天空怎么可以买卖 你又怎么能抹灭你的唯一 草莓 中文字幕——YK